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智兰,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5月20日,NBA季后赛东部决赛G2打响,凯尔特人出场迎战热火 在两队G11战,塔图姆在关键时刻出现三次失误 热火则在巴特勒带动下多点开花,热火成功完成逆袭,作为8号种子 热火在季后赛开打以来一直在刷新奇迹 首轮4比1淘汰熊鹿完成黑八,四轮4比2淘汰尼克斯 虽然一路一直不被看好,但是热火全队所展现出来的韧劲十足 凯尔特人季后赛首轮4比2淘汰老鹰,四轮一度2比3落后76人 此后连班两局完成逆转,凯尔特人今年季后赛磕磕磕磕磕 球队在关键时刻缺乏稳定的分点,塔图姆的效率并不高 说到底,还是欠缺有效稳定的终结手段 热火队2号得分点西楼在首轮遭遇右手骨折后 至少缺席6周时间,即便他能复出,最快也要到总决赛 妹妹在今天赛前给出一组数据统计 当G1输球后,主场球队在G2的战绩为121胜28负 而且目前已经16连胜 简单来说,系列赛从刻场球队硬球后才算真正开始 联盟会平衡对抗关系,刻场球队面临的压力会更大 开局热火就给凯尔特人当头一把 斯马特率先抛头命中后 阿德巴越击停跳投加突破造反规 文森特造杀伤 斯特鲁斯强硬3分 热火打出9-2的小高潮 塔图姆依靠上篮和3分球持续后 巴特勒和阿德巴越接连单打回应 斯特鲁斯再中3分球 热火利用阿德巴越的挡拆加低位侧印 多点开花 在巴特勒上篮打尽后 热火主帅斯波在球队领先6分时突然叫停 暂停回来 热火压火,开尔特人打出高潮 塔图姆上篮加格微博蓝加罗维吃饼包 扣加塔图姆3分球 开尔特人在短短2分钟内成功反超 第一届开尔特人领先热火1分 怀特和布罗格顿在第二届出端下起3分雨 布罗格顿打败命中后 怀特再中3分 开尔特人在斯波那季暂停过后 打出一波24-6的高潮 分差一度到12分 中段阿德巴越两发全中 马丁内外开花连拿8分 巴特勒顶着各位对抗上篮的手 阿德巴越位并邓罗上篮打进 热火回应一波14-2的高潮抹平分叉 开尔特人叫完赞停后 邓罗再中3分球 马丁急停跳投打进 关键时刻还是布朗连续冲击篮下止血 杰摩文森特再中3分球 巴特勒极限翻身跳投打进 上半场热火54-50领先 凯尔特人 马丁14分 巴特勒12分 卡通姆14分 巴特勒的正负值全场最高加13 下半场开打后 斯特鲁斯和阿德巴越连续攻况 杰伦布朗内突外投 凯尔特人改变手法 把罗维拿下换上怀特 塔图姆依靠上篮和暴扣打热火 伺候塔图姆连续造杀伤 凯尔特人打出一波12-2的高潮 关键时刻阿德巴越连续强攻得手 塔图姆赢着巴特勒轰击3分球 之后再造3分犯规 杰摩还是马丁连拿5分止血 巴特勒抛头打板命中 三节结束时 凯尔特人拉开8分分叉 第四节决战 罗维连续顶着阿德巴越得分 分叉再度到12分 关键时刻 邓龙命中两击3分球止血 阿德巴越也在强攻罗维 阿德巴越身被四犯麻烦 成为凯尔特人重点打击对象 洛瑞不是失误就是打铁 完全没有状态 中断格威命中空位 3分球后嘲讽巴特勒 巴特勒点名格威 强意完成2加1后 巴特勒和格威顶头斗牛 两人互标垃圾化 局势非常紧张 此后巴特勒就是点名格威 凯尔特人防不住 巴特勒带到斯马特 也被吹进攻犯规 凯尔特人这边依靠格威 连续得分手助 微弱领先 但此后阿德巴越两发全中 巴特勒强攻格威后 斯马特失误后 巴特勒继续单支格威 紧跟着巴特勒 遭了塔图姆进攻犯规 布罗格顿三分打铁 塔图姆飞身不扣 最后50秒 塔图姆连续得到罚球机会 裁判似乎不太希望热火顺利拿下 但是文森特和斯特鲁斯的罚球锁定胜局 最终热火111比105击败凯尔特人 再赢一场 大必分2比0领先凯尔特人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从巴特勒说起 有桥选桥 无桥选杀 无桥无杀 选格吉巴 这句话现在看来一点没错 只要绿军主帅马索拉七勇格威 但是从斯马特到怀特 再到布朗 单方完全限制不住巴特勒 今天的比赛 格威进入轮转 凯尔特人就是车轮战家 加击消耗巴特勒 巴特勒全场出战40分38秒 25中12 拿到27分发篮板6 助攻3强断2盖帽 相比于G1 巴特勒今天几乎每个球 都是肉搏和身体对抗 但得到的罚球并不多 另一方面 凯尔特人成功切断巴特勒和队友联系 打到第四节 当格威命中3分球后挑衅巴特勒 成为本场比赛最大转折点 此后巴特勒就点名单打格威 格威你有本事挑衅 却没有能力限制巴特勒 热火就是那一波流反超 神奇的比赛 各位老师做好防守 消耗工作就好了 干嘛要去招惹巴特勒 敢惹巴特勒又防不住 那是自招苦吃 而热火今天除了巴特勒加 阿德巴耶加 马丁加邓罗四人之外 其他人完全没有手感 洛瑞打了17分钟 在场5中0 竟说21分 文森特和斯特鲁斯开局手感不错 但后面几乎隐形 直到第四节最后时刻 尔勒福也完全没有状态 上半场当凯尔特人打出24-6的高潮后 热火迅速回应17-2的高潮抹平分叉 但是第三节 当塔图姆不断冲击篮下造杀伤 热火的回应并不及时 正如斯波在赛前所说的那样 球队由于常规赛战绩比较糟糕 导致他们没有机会复合管理 所有人都很疲劳 绷解神经 不过热火和联盟其他球队都不一样 总能把比赛拖到关键时刻 巴特勒在关键时刻接管比赛 加之阿德巴越加文森特加斯特鲁斯多点开花 塔图姆今天前三节表现比较稳定 但是打到第四节特别是决胜时刻 根本不值得一了 球到了自己手里 接着就传出去 其实整个上半场 布朗完全没有手感 一些单打的选择也不太明智 凯尔特人在一二节衔接段主导的那波高潮 就是在布朗下场后 塔图姆带队替补多点开花 值钱都在强调 塔图姆没有稳定有效的进攻手段 但是今天塔图姆冲击篮下非常坚决 此外互况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 最关键的是他利用突分 一直在帮怀特和布罗格顿得分 而第三节塔图姆单节八中五 拿到15分6篮板 带领球队拉开分叉 相比于前两轮系列赛 包括东角G1 塔图姆迷途之反 变得更加无私 这就是进步 但是第四节又不太一样了 之前我们评价凯尔特人这支球队 他们整体实力在前三节发挥没有问题 可是第四节能站出来的球员不多 包括双塔花 热活在第四节前半段 依靠阿德巴远的强攻和邓罗的两季三分球 迅速缩小分叉 而凯尔特人这边一直在给出回应的是 罗维的吃饼包扣 格威的三分球和突破上篮 双塔花特别是塔图姆 拿到球后主动进攻意愿不足 凯尔特人打到最后时刻 在没人得分的情况下 塔图姆不断突破造犯规 其实单从吹法角度来说 这种找上的方式 如果裁判不吹 凯尔特人一点得分能力都没有 数据统计显示 自从格威和巴特勒顶牛后 又或打出一波24-9的攻击波 其实今天凯尔特人让格威去消耗巴特勒没错 但是起到的作用仅仅是消耗 格威没能力限制住巴特勒 更尴尬的是在投进三分球后 海区主动挑衅巴特勒 激发巴特勒的怒火后 凯尔特人就顶不住了 凯尔特人的真正难题还是解决不了 当球队在第四节最后五分钟之前 无法拉开翻差时 他们关键时刻是没有人得分的 他通过今天比G1进步的地方 在于前三节的稳定发挥 但是到了第四节最后时刻 他也只能凭借罚球上分 而且几次对抗裁判的吹罚尺度 明显就是不想让比赛提前失去悬念 包括巴特勒那次进攻犯规也是莫需要 数据统计显示 NBA进后赛历史上一共出现过 447次0比2落后的情况下 只有33次落后一方完成逆转 而在七战四胜制的系列赛中 只有五支球队能在主场0比2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 本场过后 热火晋级总决赛的概率提升至70% 而他多谷东决前两场第四节合计五次失误 运动占零进球 东决系列赛逐渐失去悬念 凯尔特人的最短板 恰恰是热火的最大优势 巴特勒真硬 热火深不可测 凯尔特人主场两连败 被推到绝境 最后再更新几条消息 76人随对记者庞培此前就报道 76人方面无意给哈登一份超级顶心合同 双方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 劳利福斯被解雇并不会成为影响哈登留队的因素 在今天凌晨 庞培跟进报道 他所掌握的消息源显示 哈登预计会跳出球员选项 然后以自由球员身份重归火箭 火箭今年夏天能腾出6000万美元的薪资空间 火箭在聘用无度卡之前 主帅候选人面试环节 其中有一条 如何看待直角哈登 其才求辛苦子马才显吃瓜 劳利福斯走人 哈登也走 而与此同时 尼克斯随对记者邦迪透露 球队还有一恩比德 在恩比德出局后 兴趣反而更浓厚了 在哈登重防火箭仪式中 火箭老板费尔蒂塔明确表达了对哈登的喜爱 更重要的是 哈登的母亲仍然在休斯顿 而且哈登在休斯顿有自己的商业版图 比如餐厅 入国的球队和各种运动品牌等等 用消息人士的话说 哈登在休斯顿就像是上帝一样被球迷拥戴 此外按照休斯顿媒体的分析 不排除火箭在无法选择到新衣新秀的情况下 脚易送走4号签 继续补强球队 提升球队竞争力 当然 让哈登带这支年轻的火箭 杰伦格连加贾巴里史密斯加神经加一森 传承过度 正如总经理斯通的话说 他们会加速重建的过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